有一段时间没有过大海 这天突然来了兴趣 于是就和男朋友一拍即合来到了澳门 我们住在星际酒店 我们并不急于进娱乐场 男朋友说 上赌台搏纱前要先放松一下才有拼劲 我也有激情 于是我们就在酒店房间做起了运动 希望通过二人运动来释放压力及愉悦身心 可能大家都会说 情场得意 赌场会失意 想要在赌台上赢钱 最好不要尽女色 但我男朋友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 人的平衡是来自于阴阳的融合 只有在阴阳协调一致的状态下 人的内心才能舒畅平和 才能发挥更大的潜能 这次运动过程中 男朋友是用顶的练习方法 深深地顶到尽头 他说 他心里面是想着在堵台上 自己想顶的时候 能顶得起来 能够把六点顶成八点 这一次 他的运动动作的幅度力度感觉 似乎比以往都要威猛许多 一百七十磅的重量 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说慢点 幅度别太深 有点瘦不了 我男朋友同时也希望我能吹 因为只有把十吹成九 把八吹成六 才有可能和另一张牌组合成九点 才有机会一枪过营庄家 他是这样迷信的 翻云覆雨的运动过后 我们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的九点才起床 九点也正好是百家乐的最大点数 我感觉一头很好 吃过早餐 我们来到了中场赌厅 我们看到一张百家乐赌台的周围挤满了人 显示屏显示的是一条排排连的路子 不少赌客的面前都堆着不少筹码 显然大家都赢了不少 我和男朋友都不敢在这事追进去 因为毕竟这条路已经走了较长 我真的有点后悔没有早一点下来 无奈 我们只好游台 兜了半圈 没有找到有感觉的赌台 很多赌台都坐着好几个人 自己想坐都不一定有座位 我们决定继续游台 找找感觉 赌场里的赌客渐渐多了起来 又过了一会 几乎每张百家乐赌台都有人站着 我和男朋友两个人为了互不干扰 决定分开各打各的 我来到一张有排排连趋势的赌台 决定在这张赌台找机会下注 这张百家乐赌台开出的是五个庄 四个弦 四个庄 六个弦 我感觉有机会 我下注了五千 赢了 又推出了一万 又赢了 我一下子来精神了 连忙向不远处的男朋友挥手 示意他过来 男朋友过来了 这时我押出了两万筹码 这是我的第三关 结果全部成功 男朋友知道我连闯过三关了 他说 前面也有几个红 齐头 要停一下 果然 这一口跳成了蓝 男朋友说 他来打这第四条连 用一万起步 在第二个的时候推出了一万弦 这时我说 不急 等连下来了 再下注不迟 果然在这一口断了 排排连 只连了三列 忽然预感这个趋势路 可能会缩短 男朋友说 路行变了 变路了 就不宜留恋 于是 我们去了犹台 看到一条长弦路 第六口了 男朋友说 等他过了河 就跟一口 果然出来了第七口 顺利了过河 男朋友说 刚才一万输了 这一把干脆打两万 把刚才输的那一万赢回来 于是就压了两万 其他下小筑马的也搭了上来 筹马跌得高高的 大家都纷纷说 一枪过 开牌了 闲八点 庄家九点 大家空欢喜一场 这打击也太大了 赌客们纷纷开马 过了河就骗人 拿到八点都输 太黑了 我发现男朋友的情绪 有些波动 于是我提醒他 要稳住 男朋友说 要调整一下方案 他觉得游台方式 中途插入 也存在风险 他说 还是要守住一张台 慢慢寻找机会 可能会比较好 专心去体会那一张赌台 感应那个路单 带有感觉的时候在出手 这样总比匆匆游台 匆匆下注要稳得多 这回男朋友跟我说 他要改变打法 用五千做鸡马 胜就妈一次保 输就继续鸡马压 切入点决定在守台时 耐心寻找 定了方案 男朋友就带着我在星际中场 寻找适合的路子 看到一张赌台 开出这样的新路 三个红 一个蓝 又两个红 向麦当劳的M写了一半 于是 他就决定在这里切入 五千 一万 五千 一万 连赢四把 把这个M写完整了 这个时候他信心来了 转头跟我说 现在来赢冲 一万起步 怎么样 我说 支持你 一万压在弦上 赢了 按照趋势 接着压了两万 也赢了 接下来路行变了 连输了两把大的 男朋友开始泄气了 他说 跳来跳去 很难打 感觉入不到路 或者说可能变烂路 现在蓝又掉下来了 我看了看大路 只有两个蓝起头 感觉出红的概率极大 看了看下三路也不顶路 在班长示意停止下注前的一刻 我迅速压了两万 班长开牌了 我插烧他 赢了 男朋友捏了捏我的腰说 还是你厉害 我认为这个时候 蓝会掉下来 极有可能出一条长蓝 因为前面已经单跳了几把 大路的整个生态 已经发生了改变 而不是前面 庄望贤弱的趋势 接下来这一把 押击马五千 比较合理 班长开牌 闲一张AC 一张弓 庄一张二 一张弓 闲先补牌 补了一张弓 只有一点 这时 庄只要随便来一张弓 就赢了 可是看牌的那位帅哥 在那里捏呀捏的 搓啊搓的 显然来了一张三边牌 只见帅哥又大喊住吹 做起吹的样子 大家的心里面 并不很担忧 就算是三边 也是会赢 只有一张八 才会输 帅哥慢慢地打开了牌 竟然是一张八 庄选择了自杀的方式 来成就了闲 闲一点 盛装零点 输了 我庆幸自己预判比较准 庆幸只是压了五千级码数 我心里面也是一尘 赌客们更是骂骂咧咧的 什么牌不好拿 偏偏拿了一张肥婆吧 我也感觉到趋势不好把握 今天的路是难打 于是我们暂时离场休战 回到了酒店房间 赌台上的输赢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激情 我和男朋友的运动技能还是很出色的 我们的运动轨迹从浴室坐到了床上 又从床上延伸到地板 椅子 运动可以使人身心愉快 可以使个人的情绪更加地稳定 我们不信邪 只要路顺就敢推 只赢止损是必须的 下一场百家乐 相信能够大获全胜 这也是自信